嘿,大家好,那我們接下來的節目呢,要去參加道教國際研討會,然後地點是辦在政治大學,然後主辦單位是中國斯汗張天師傅,為期三天,那是10月26號到28號,那我在26號當天早上第一個節目9點鐘,有一個節目叫科宜展演,然後那天我要上場,所以經過幾個月的練習呢,希望我那天表演順利,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吧! 啊,整理完3天的行李,那就準備睡覺,明天出發啦,晚安! 嗨,大家好,我們今天已經來到了政治大學,你看這是政治大學的百年樓,這是他們的文學院,那明天就是要在這裡辦道教國際研討會,那我們今天晚上要特地來佈置明天的場地,所以我們就開始行動吧! 字幕志愚賴,探討會 這裡是政治大學 我們已經來到了研討會的會場 那我們就往會場邊出發吧 這裡是報道區 我們這裡有提供書籤 還有平安米 歷代天使傳道脈永存 還有所有的歷年的年刊 殘緒報道區 我們這裡有提供書籤 還有平安米 在道教的觀念裡頭 音樂是可以致病的 透過道長的唱頌 與樂器的演奏 所發出的音頻跟我們的五丈六腑 產生共鳴 啟動人體的療癒機制 所以在唐朝 音樂被納入正式的醫學裡 稱之為助遊科 在元朝、明朝時期 甚至被獨立出來 成為太醫院中的第十三科 由此可見 音樂致病的有效性 是能夠被國家認可的 既然在這次的研討會主題 圍繞在道教醫學上 用科儀來做開場 就是最適合的安排 就讓我們用心來聆聽這段 林寶正一五起玄科 開動 十四十五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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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十五 十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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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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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